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的爱情 真爱已经不再存在了 因为这是第一次新小桥在我的竹子讲 我读一下技能 这个技能是好 他是天香还是在你受到伤害时 你能够把伤害弹出去 但是弹跟以前不一样 首先你是气质红刀牌 这是跟以前一样的 然后是防止此时伤害 记住是防止此时伤害 那这个之后你就选择一名其他角色 然后你可以做出一个二选一 第一种选择是让其他角色受到一点伤害 然后摸X上牌 X为其以损失体力值且至多为5 这里有几个变化 你如果看的不仔细 还不知道变化在哪里 第一个变化是你只能令其受到一点伤害 以前通过九杀小桥 让小桥谈这个这个九杀的两点伤害 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个天香每次谈 不管你挨的九杀还是被闪电批了 说说是别人被闪电批 然后闪电传导到你身上来了 你这三点伤害还是两点伤害 你都只能谈给别人一点伤害 这明显是削弱是吧 这是第一 第二是摸X上牌且最多为5 这个X最多为5以前小桥谈董卓 是后来甚至谈悟突骨 这是没有上限的 现在给他加了一个最多为5的限制 是吧 这两点修改都是对小桥不利的 然后还有一个稍微有点腻的 是小桥还可以做第二个选择 是让其失去一点体力 然后获得你气质的牌 是吧 比如说大桥杀我们下 我们可以把黑桃七的雷沙 可以当天香牌 然后谈到一个卖学武将 比如说司马懿身上是吧 他就只能流失一点体力 也不能反馈我们 我们只要把这张黑桃的黑桃七的 杀给他就行了是吧 当然黑桃七的杀给他 他有可能用来批人是吧 我们也可以选择把红桃十的杀给他 总之如果你用来谈天香 谈的那张牌不是很好的话 然后谈的那个人又是敌人 你可以让他选择第二项 就是流失一点体力 获得你谈的天香牌 然后小乔跟队友配合 那被削弱的一塌糊涂 那天香谈敌人 因为有第二个选项在 还是稍微得到了一点点补偿 跟队友配合怎么个削弱的一塌糊涂 那最严重的就是绝情症 以及不复存在了 主攻是借曹操 如果还有一个忠诚国家的话 我们三个人已经玩不起来了 为啥 因为曹操放蓝麦露心 咱们天香谈 那个对曹操造成伤害的那张牌 就不是蓝麦露心了 因为咱们的新天香 防止了蓝麦露心的伤害 然后天香对曹操造成一点伤害 曹操就不能把蓝麦露心 再拿回去接着放的 好 我们看二号位张志华 那是曹操主攻 十有八九是反贼 三号位江维 直接气闪过 有闪不挑衅张志华的武器 十有八九也是反贼 或者是一个低调的内奸 好 司马懿这一个过河拆桥 把曹操桃子拆了 也是一个反贼 这个他放蓝麦露心 咱们谈曹操是吧 实际上这一下曹操是亏了的 是亏了的 因为他掉了一血 只摸了一张牌 他当然因为蓝麦露心是大乔放的 只要曹操再掉一血 蓝麦露心还是能够拿回去的 好 咱们个乐不失俗 乐住了江维 那这里看见还有一个神关羽 看看这神关羽跟黄忠什么情况 黄忠是神关羽 看样子就应该是反了 这黄忠绝对的忠诚 这对打神关羽头上上梦眼 这完全眼睛都不带咋的 是吧 我们觉得他很屌 给他点个赞 难道我们的姐姐是内奸 这个神关羽杀大乔 为啥不杀黄忠 莫名其妙的样子 杀大乔人家会流离 他个人不在乎 好 曹操想补刀 结果司马懿亮了一个红桃 曹操没有红桃 估计要甩蓝麦了 但这个蓝麦 解司马已经死不了 手上有鸣的杀 好同样 这个蓝麦曹操的桃子吃得过快了 这不会跟小桥配合吗 虽然觉醒症没有了 但是谈人的还是可以在谈的 你看 替我躺的这多亏 只能摸两张牌 桃子晚点吃该多好 好 这时候曹操头上也顶了一个莫言 但是不要急 王中头上有两个 是吧 曹操表示压力不大 好 一个决斗 司马懿拼杀失败 桃子求到神冠宇是十七八九 是没有的 神冠宇的红桃桃子都是不能用的 只能用极其少量的方片桃子 好 张哲华被热了 这第一轮下去 我们的优势已经奠定了一塌糊涂了 这姜维为什么又不挑衅 被热了 因为司马懿已经死了 没办法帮他改热 我们也盼摸起过 标准的盼摸起过 好 黄中拆姜维的狮子 然后再一杀 不拆白不拆 反正一杀两血 不拆就是一杀一血 好 神冠宇怎么老对这个大桥 有想法都不搞黄中啊 哦 我是明白了 神冠宇的意思是黄中 那就是个死人啊 你头头顶两个孟严标记 你还能不死 我还不如先去搞别人是吧 但你不搞黄中 黄中能搞 能反打你啊 现在的黄中有多强 已经不用我再强调了 好 另外我们感觉已经快赢了 这就看大桥内奸跳不跳了 是吧 当然在他跳之前 咱们还是先保持 给他标中 好 大家这一杀 张哲华已经脱管了 估计内奸也懒得跳了 咱们有没有长度 没有长度就借大桥是吧 在这一杀 那个借我们的姐姐来 那个隔山啊打春华 好 我们搞死这个关羽 哎 看见没有 搞死关羽 那个关羽想 那个会不会带走我们的 我们直接用天香啊 把决斗失败的伤害 弹给神冠宇 让他体力流失而死 当然我前面说过啊 这个即使他不是体力流失而死 是为我们决斗死的 他也是直接带走黄忠啊 这黄忠居然是内奸的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梦魇标记 还是一 在杀死神冠宇的时候 我们是不会得到梦魇标记的 因为神冠宇的那个发动 那个武魂发动时机 已经变成了受到伤害后 我上期已经说过了 好 这把黄忠是内奸 却打得非常重 也可能是他比较仇视神冠宇啊 神冠宇不管是忠诚还是反贼 那对内奸来说 都是极大的压力 让他有可能是这么个想法 好 这一局主要给大家看看 新小乔的风采 当然也不能完全叫风采了 因为他跟曹老板 在童阙春生索二乔 真的大乔小乔都是曹上的钟 但是他跟曹老板之间的真爱 那种柔情密意的爱情配合 已经没有了 不复存在了 好 主角ID 哎呦 这还字还比较生僻啊 徐明一样 如果我读错了 那个请纠正 感谢他的录像 第二句我们来看一个内奸 看看五号位的内奸 主公选择啥呢 主公选了 哎呦 主公选了戒皇盖啊 这种主公 其实对我们内奸来说 是有点压力的 我去 这土豪刚才那选择 矿里那么多神将 这绝对是超级土豪啊 直接选择了最适合 内奸的神司马懿 主公戒皇盖 作为神司马懿的话 只能希望他一路走好 千万不要被激活的太狠 是吧 否则我们一点办法没有 咱们要盼摸七过 那个至少两三轮啊 才能进入啊 这个超级赛亚军状态 好 不管赵云是不是反贼 反正元素替赵云打无限 十九八九就是反贼了啊 这个季皇盖忙的够狠呢 是吧 赵云忙成这样 还好还贴乐啊 那个乐添过了啊 这个赵云还算是挂上了一身神装 吃了啊 一口桃子 是吧 好 我们的曹丕和戏制裁都跳了算 不知道戏制裁先附了谁 是吧 好 我们把赵云的武器搞了 没有搞戏制裁的武器 是吧 所以在别人眼里 咱们可是跳的啊 咱们可是跳的是一个反贼 是吧 好 咱们跳了反贼 鲁树跳了忠诚 哎呀 这是非常 是对我们来说非常好的啊 鲁树一跳忠诚就说明 黄盖的压力就小了啊 黄盖的压力一小 咱内奸啊 这个尤其是这个神斯瓦益 内奸得到发挥的机会就来了 好 这个曹丕啊 因为我们是跳的是反啊 所以我们知道啊 这个我们不知道加许赵云谁是 谁是反 但曹丕眼底 四个反贼都出来了 加许赵云就全是中了 是吧 好 赵云真的是中 看来黄盖盲军错了 曹丕也翻错了 翻了一个辅佐他登基的重要人物之一 贾许啊 这个细材的仙斧对象还没出来啊 反正不是曹丕啊 也不是赵云啊 也不是黄盖啊 好像啊 是也不是鲁树 那估计就是元素跟贾许中间一个啊 估计是元素的可能性比较大 难道是我们啊 对 差点吧 自己忘了啊 咱们要掉一张牌 哎 我们掉下血云真的啊 这是他先辅的我们还给我们补了两张牌 哎呀 这真是感谢他了 你看这这这这一补补到了啥东西 咱们可是有连破了呀 这把咱们要躺赢 这个万箭齐发放的是相当漂亮 能进能退啊 已经没有东西来了 好 这闪电只要不劈死我们啊 咱们就有希望了 那人家急致了一下 咱们舍不得哦 不能急致啊 sorry 咱们还没觉醒呢 咱只有连破啊 没有还没有觉醒是吧 好 这一个古灵刀 一个爆炸啊 杀错了忠臣也没关系啊 咱还真是一个忠臣啊 咱只要能把潮癖啊 这个这个这个 搞死也行 是吧 搞不死 潮癖的话下把元素也能搞死啊 好 因为我们杀了赵云 这次没觉醒 那下次这一连破的回合 咱就觉醒了 是吧 这次连破了 咱们就可以用完杀了 但我们觉得是两个桃 应该是能完杀成了 如果啊 应该是反正没有桃子啊 如果反正还要救的话 咱还有一决斗啊 咱还有三个啊 是这个连弩三个杀 是吧 所以说干脆啊 这个玩杀就不用了 把这个人给省了 是吧 哎呀 他这把爽呆了呀 那制衡人把多余的武器制衡一下吧 还是怎么个想法 那个反正待会还可以连破是吧 他直接气决斗跟杀都气了啊 那没办法 好 这个连破又来了啊 这轮怎么动啊 这个这个过河拆桥这一极致啊 极致一般来说可以无脑发动啊 不要紧啊 好 这一制衡这一杀啊 诸葛连弩三个杀 人杀不杀的死啊 这一 哎 咱们依然没有发动完杀啊 觉得反正桃子已经差不多了 根本就不用完杀了啊 好 这又是干掉了一个人头 待会又可以啊 这个这个再再来连破是吧 好 咱们祝个连弩突啊突突啊突 先突死贾许吧 咱们砰砰砰再来一个酒杀啊 不用酒杀了啊 酒留着 贾许死了没 直接死了啊 又一个过河拆桥 灯 再一个极致啊 拆掉他最后一张牌 还可以杀一刀吧 这这可以考虑杀一刀啊 但我们觉得还是下人再杀 哎呀 可以把雷杀都给气掉了 这何苦呢 好 不过我们觉得不要紧啊 反正火功至极也是一样的 是吧 好 这一火功至极 我们没有用放足啊 但是西子柴是躺枪了的 是吧 因为我们掉血 他也掉血 然后再铁锁连环 传刀给他 直接把他给传死了啊 好 咱们再一个决斗 摸一张牌啊 无限再用 无限再用 急止一下 再一杀 哇 这一轮连动 全部杀死了 你看这 这个这西子柴 正因为我们刚才啊 这个第一回合一个装反 结果发现这一小小的装反啊 直接带来了炸裂的效果 是吧 为啥 现在正好先服的我们 他又是反贼 我们一装反 他给我们补了两张牌 是吧 这导致我们这个这个联魄啊 的发挥 跟着一觉醒啊 刮刮刮 后面这个神思法义的这个组合权 实在是太强啊 强了 已经那个 有点炸裂了啊 我还以为他要判魔器过至少两三回合 结果我们第二次行动的时候 厂子就砸下来了 非常的神奇 好 主持角咒王啊 主持角埃莉咒王 大土豪 感谢他的录像 好 第三场 我们来看一个主攻啊 主攻 这是要不要选选个非主流的 还是选主流的呢 因为我们选择了主流的孙笨啊 当然 我说过加强之后的 呃 呃 这个孙策主攻 叫他孙笨 已经有点底气不足了 还不一定有多笨 是吧 好 看看哎呦 我们的主持角 这不知道是禁卡局 还是主持角比较有节操 不刷手机卡 是吧 一把烂牌啊 抓到手里 好 借路逊 那我们失望了 跳了一个反贼 不治 又是我们吴国了 也跳了一个反贼 还要定判我们啊 咱们为了卖血 是吧 为了觉醒 显然 顶着肉不思蜀 都要这样玩 是吧 都要把血掉下去 反正咱们一手烂牌啊 别看待会咱们弃牌多 真正会弃的啊 这种啊 比较这个 这个厉害的牌 是比较重要的牌 还是比较少的 好 前面连着三个反 对我们绝对是好消息啊 那肯定是好消息 咱已经卖到三血了 后面的四个人里面 还有两个钟啊 我们是很容易 获得觉醒状态的 哎呦 我们看信之财 他跳了一个钟 是吧 他既然先 那个先辅的是不治 然后还把自己给搞伤了一下 躺枪了一下 好在他有桃子 是吧 好 这个左辞又连了 我们跟反贼十游八条也是中了啊 这气了冰凉气了杀 好 这个余靖这一拆 哎 还拆了两个牌 正好有一个武器啊 还是有点屌的 是吧 也忠诚了 蔡无极就是反贼了 余靖故意要送觉醒了吗 哎果然啊 这一下觉醒了 咱们可是一个散九桃都没有啊 蔡无极大伙可以两杀啊 但是咱们虽然没有散九桃 这费牌多呀 这么多费牌 蔡无极都懒得搞我们 是吧 当然他反而也是断杀了 好 这一个桃圆结义放不去 再无懈这个不治 抢过他的长度 哎呀 这个啊 蔡无极是有杀的啊 他刚才是可以两杀我们的啊 但是蔡无极可能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 也可能是被我们一手牌也吓住了 没有实行这个动作是吧 好 咱在一个火宫 看能不能带飞陆迅 哎呀 我们这气财筹筹策 判了一个黑 结果司马依给他判了一个红 其实都差不多的啊 何必让四分 这个司马依何必多浪费一张牌呢 但是这个冰死啊蔡无极跟不治倒是玩得海死了 是吧 刚才这蔡无极这一个陈琴不治摸四 这个在这个这个什么红得一张气势再红得一张啊 还把自己也保证到不死啊 也是相当的屌啊 好 陆续也没有死 放了一个万箭齐发 这个万箭齐发如果不是没死 这个气势才是要躺枪的啊 好 又判了一个红 他摸了一张闪给我们补了一个杀啊 好 再一个仇色又判了一个红 你这个这个杆还是这可以理解的是吧 这四八一要杆不杆的话 这桃子就归这个信财了啊 是吧 刚才有一次他的杆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我们既然觉醒了 就不要再找我们之罢了啊 当然他是为了叠银的顶着这个这个 这个呃 组队总得要试一下是吧 好 这个信财先补给我们补了一个杀 直接让我们扫掉一滴血啊 好布置来跟鱼竞玩啊 鱼竞直接让他气了 这个捡一把 哎呦这个闪电挂起来可不爽的 赶紧搞死这个布置啊 否则这个司马懿在这一闪电 可是有点吓人的 好 细子财9排启动 一个过河赛角居然不拆闪电啊 你不拆闪电又够不着 布置你拆到最后一张牌干嘛 我哪个去 这个细子财打的 哎 另外了 我看他现在只剩一滴选了啊 这个左辞还是盼摸齐过 十有八点向内奸啊 当然他不是那间也没有太大动作 哎 这个鱼竞可以拆四马一啊 他说他卡了是吧 他卡了就算了吧 就不跟你计较了 好 蔡文基 哎呦这一决斗很大 可以决斗两次呀 细子财一个桃子 判了一个黑啊 摸了个蓝盘拆牌 赶紧拆蔡文基的手牌 是吧 让他最后决斗 桃子也不得不决出去啊 还有桃子吗 还有桃子吗 鱼竞 哎 这个漂亮啊 漂亮又判了一个红 又给我们补了一张废牌 是吧 好 我们开始霸人了 给我新智财 补了一下牌 哎呀 来了个古灵刀 但没杀呀 至少可以把一个伞传给新智财 觉得伞还是自己 留着吧 只有一张伞 全呢 虽然只有一张伞 但你牌多呀 是吧 哎呦 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有点严重了 两个伞练已经开始走起来了 好 四马一给赶了一下 不知没有被批死 是吧 不知是定判 难道要搞死自己 哎 他没有 他只是猜到他的这个 这个 藤甲而已 我还以为他要让自己掉血 当然他没有把握的话 是不能这样做的 如果他有白衣丝 那就可以让自己掉血了 看看他会不会这样玩 果然 这一个定判 白衣丝收回去 然后先回了一滴血 又掉了一滴 哎 不过对新智财来说也是一样 新智财也是先回一滴 再掉一滴 同时还盼了一个黑 这一盼黑 把闪电给拆了 这下子爽呆了 是吧 不知你还玩不玩 不是表示不敢玩了 一眼看闪电就要挂了 赚到新智财头上的时候 我们新智财利用 布置给他创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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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辅筹策策的机会 这筹策 大家注意 他是可以 判黑是可以弃制 一滴角色 区域里的一张牌 区域里的一张牌 判定区的闪电 是可以弃掉的 好 这个过个拆交 陆牛马 传给我们一个蓝板中心 给了我们一个杀 看样子这个闪电 咱不管了 直接把司马懿 踢死不就好了吗 哎呦 财务金又来了 这一下子 吴德还把白衣狮子也气了 这样摸了不少牌 摸了不少牌 里有桃子吗 对吧 你摸了气的牌 里有四张花生不同的吗 布置表示有一个桃子 可以救一下 司马懿 还有沙 这个布置掉了血 这个信财再来一次 先辅 是吧 崩 这一杀 看看能不能把布置给带飞 这下子反对方的桃子 差不多了 这把信财虽然没有 称到太多的桃子 唯一称到桃子的时候 也不叫称桃子称回血的时候 就是布置玩白衣狮子的时候 这一玩非常关键 把这个闪电给玩掉了 否则的话真是懒得打 好 待会儿咱们摸到杀 就可以抱司马懿的菊花了 我们摸三张牌 有杀的几率还是有点大的 哎呀 结果被勒了 这样是悲剧了 是吧 不过勒还是有可能添过的吧 好 先把司马懿扒光 看看勒天不添过 哎呀 老子也有这个 这个无限可及 不用说了 撑的一下 他一朵菊花展开了 他气四张牌也需要两个桃子 是吧 等司马懿倒下 咱有两个桃子 可以考虑吃一个 不要紧了 先救一个 把那个路线放上去 但这就 不是光是救一个 有可能得救两个呀 是吧 这于静 他虽然离现了 他也不能死啊 否则会裸奔的 好 所以说又来了一个桃子 又来了一个路私所 直接把乐趣 这个这个陆续热上 管他那么多 好 排一船 这些破烂武器 也一气 是吧 果叉桥也气了 不清楚是于静 还是是累 还是佐词是累 但是陆续也只能把佐词当累了 没有别的选择了 是吧 好 这一杀陆续死了没 等直接就倒下 酒也懒得喝了 表示最后一个反贼 他觉得逆行的希望不大了 这个佐词来了一个狂虎 可以吸两口水 但他也只有一个钓血 是吧 好 现在咱们没救 他有名的酒 我们的牛子要救自己的 那佐词这么疯狂 肯定就是累了 那既然是累的话 菊花就入出来吧 这一下子 马莎给了戏子财 这把就妥了 是吧 好 这把我们虽然不是主视角戏子财 但作为副视角 这个戏子财的发挥 还是有点神奇的 大家记住 筹策判黑 是可以拆判定区的牌的 可以帮自己人解乐 也可以拆 拆敌方有司马印的情况下的闪电 刚才这个布置 一个不冷静的玩白狮子 直接断送了他们的胜局 如果不是这样玩的话 闪电炸到戏子台头上 我们是要跟着掉三滴血的 可以说是赢得非常悬 我们主角ID叫苏颖利 感谢他的录像 好 还有一点时间 最后再来看一则简短的忠诚 是吧 我们在七号位 主公直接选了一个大嘴元少 那我们肯定要选个人防射的 刷一刷三张杀 有三张杀那你元少就射不死 我了是吧 以后他先放了一个蓝蛮 第一张杀是冲到牌了 但也无所谓 鼠辈竟敢伤我 这反贼一个比较明显的反贼亮出来了 小乔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这一放的话 如果小乔弹元少 四十八九就是忠诚了 是吧 好 这是稍微老的录像 小乔 现在的小乔 他如果是反贼 可以选择让元少留着一点体力 只摸他气掉的牌 是吧 但是那个老版本 他一弹的话 元少直接摸牌 小乔点了托管 那手上就已经没有黑桃或滚刀牌了 我们已经连冲了元少两次 咱们这两次连着冲 很有可能让这个场上 其所有的七个人误会 误会我们是反贼 是吧 所以我们也说一下台词 优酷电视台 YouTube电视台 欢迎大家收看 拨卫货三国沙奥斯卡 现在放在最后一折 看咱这一装能装出什么样 这个蔡文基找我们陈琴 咱们赶紧换了一杀一伞 加一个胡桃能不能救活别人 那就不能关心了 好 左辞倒了没 还没倒 元少放干了 手牌只剩一血淋牌 却一个人都没有放死 看后面怎么补了 如果李点是杀小小应该是累 他是反肯定是杀元少的 如果幸好李点不是反 否则我们还真没辙 好 这样的话我们眼底清楚了 就全是反正 刚才蔡文基已经跳板了 但是其他人眼底庞德跟佐茨是没跳的 是吧 是没跳的 好 夏侯敦拆了李点的桃子杀了庞德 他认为庞德是中 庞德却没有看见夏侯敦拆李点桃子 是吧 他把夏侯敦当忠诚打 结果 夏侯敦一个刚烈 把他给刚死了 蔡文基 桃子把他救了 庞德非常郁闷 是吧 因为庞德看了李点杀了小乔 可能觉得李点不是 不是那个内奸 是吧 但是真正如果李点是反的话 他应该杀袁绍 好 那总之因为我们这一个混乱 使得其他人都觉得反贼已经够了 结果发现这个庞德是反 作词是反 而我们却不是反 是吧 好 袁绍这个拼命三郎 桃子都拿出去射 我那个去 看能不能射死蔡文基 蔡文基这个八卦阵 幸好判了一个黑 这袁绍可真的拼了 那我们就抢了他一张 杀过来了 好 袁绍在杀了李点 李点却没有这个发动忘戏 袁绍最后终于甩出了一张淘宜结衣 那我们松了一口气 好 李点是够不着我们的 他也不想撕票 他杀夏娥敦也是不会的 那就我们来杀 他一个冲 冲来一个酒 因为他刚烈 刚就刚吧 呦 这个服务器有点断了 如果无随 不影响咱们录像 是吧 在这一下子 夏娥敦刚烈失效 他如果不失效 我们反正也起两个牌 好 袁绍挂了武器 那个崩的一杀 将小敦给干掉 再就全都去死 把李点也放死 是吧 我们这一次中装反 是相当的危险 咱们这一装 使得这个打光所有子弹的主攻 最后坐收了愚人之力 不知道这电脑出了啥问题 这个搞的 这个服务器好像断了线 但是好在今天录像已经放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看看三国 最后说一下 感谢主角ID 叫席X月 谢谢她的录像 好 今天砍三国 我们还是来砍新武将 这回该砍到 一个还没有上线 甚至没有上测试服的武将 叫吴县 是吧 她是吴义的妹妹 是刘备在陆祖 四川之后 陆祖属地之后 取得夫人 后来也成为了刘备的皇后 刘备死后 她就是吴太后 是吧 好 她这个名字吴县 上面一个草子头 底下这个箭 这个名字应该是出自野史 是吧 正史上是没有记载她的名字的 那个时候女子起名字的不多 只有非常牛逼的家族才会有 不过吴家也应该算是一个牛逼家族了 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名字没有 吴夫人的名字没有留下下来 好 吴夫人又是人妻 大家知道什么曹魏爱人妻是一个伪命题 很多人只喜欢把聚光灯打在真机 这种名气比较大的人妻身上 实际上爱人妻的人多了 我以前专门砍过 孙权那边也有爱人妻的 刘备这边也有爱人妻的 这吴夫人就是标准的人妻 他之前是嫁给刘焉的那边刘茂 作为老婆的刘备来的时候 刘茂已经死了 吴夫人是个寡妇 别人就劝刘备应该娶这个寡妇 当时是法政主导的 刘备说这不好吧 她的老公跟我是同宗的 我娶她是不是有乱伦的嫌疑 法政就告诉你跟刘茂 那是八干子才打得着的亲戚 你看看靖文公 和那个子宇的亲戚关系是什么样的 你能有这两个人亲摸 人家靖文公不是照样娶了子宇的老婆 这是一个什么故事的 我们知道靖文公大名鼎鼎 大家都知道公子从尔 但是他在当上靖国的国王之前 靖国的国王是这位家伙 叫靖怀公 他也就是我们的子宇了 这个语字比较难写 反正念语 这子宇他在秦国当人质的时候 这个为了秦穆公 当时为了跟靖国拿好关系 知道秦靖之好 互相要结姻 就把自己的女儿怀银嫁给了子宇 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女子的姓是放在后面的 这个秦国人都姓赢 是吧 所以这个怀银那个他的后面这个银是代表他的姓 好我们的靖怀公取了怀银 但是婚姓并不幸福 然后靖怀公找了一个机会 当时他还不是靖怀公 就只与溜回去了 他作为在秦国的人质 因为他知道靖国的国王死了 他就赶紧溜回去 就成为了靖怀公 成为新的靖国的国王 他成为靖怀公的时候 最后那个靖怀公公子丛儿也在外面游荡 是吧 终于也游荡到秦国来了 那秦暮公一看 其货可居啊 马上跟这个公子丛儿拉上关系 然后呢 一口气就嫁给他五个秦国的女子 大家觉得秦暮公为什么一嫁 嫁五个秦国的女子给靖怀公有这样的搞法吗 因为那个时候的规矩了 实际上这个秦暮公只把自己的一个身份 比较高贵的女儿 叫什么营呢 我忘记了啊 那个嫁给靖文公 作为靖文公的正妻 但是那个时候贵族取妻 不光取个正妻就完了 还要取其他的 跟着的几个女儿叫做印 这个不知道大家看过 米约传的时候提过这些 当时米约传传的时候 刘涛是作为 那个刘涛演的那个角色 作为正妻是嫁过去的 那那个我们的真正主角孙丽 演的那个角色就作为一个印 叫印妾嫁过去的 是吧 所以靖文公一口气娶着五个女子 其中那个怀银 这子女的前妻 怀银也是 那个这五个女子中间的一个 他不是作为正妻 是作为印 嫁给靖文公的 当时靖文公就很为难了 这个 这个怀银是我大侄子 他的老婆 他的前妻 我怎么能娶呢 这样不好吧 结果他手下了一个马仔 就告诉他 你想啥呢是吧 你这个可是要干大事的人 你是要当靖国君主的人 你这样跟秦木公结成了这样的殷勤之后 他是可以送你回去当靖国国王的 是吧 你怎么能这么大的利益摆在前面 你这个靖女的 你不管乱不乱伦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都得娶 你这样才是 这个一代 这个做大事的人的一个样子 实话说 成大事不娶小节 别人要笑你乱伦 你就让他笑吧 这是有什么关系 是吧 好 所以法政就是通过这个故事 劝刘备娶这个吴夫人的 是吧 但我们知道刘备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这个政治非常敏感的一个人物 他难道不知道 这个 这个娶这位吴夫人是一个政治联姻 因为吴氏 吴义 吴班 当时在蜀地 显然是根深蒂固的大族 他娶吴夫人跟这个大族达成殷亲关系 对刘备在蜀地站稳脚跟至关重要 这事刘备会不知道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这个嘀咕一句呢 据我猜测 持有八九 我们吴夫人可能长得比较抱歉 是吧 这个样子 可能有点内阁 所以刘备虽然知道 但是嘴巴里孩子忍不住要嘀咕一句 这个法政就赶紧跟他说了一下 静文公的例子 叫您不要再嘀咕了 刮了灯都一样 没事 关键是要蜀地站稳脚跟 大概是这么回事 当然以上是我瞎猜 胡说八道的 大家随便听听就好了 好 所以这个故事又再次证明了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你看这位设计吴夫人画像的 他觉得吴夫人嫁了二夫 骨子里应该是一个妖劳不守 贞洁的女子 所以这位作者 这位设计师想来对当时三国时期的婚姻嫁娶的观念不太了解 把明清时期的观念往那个时候套 那个时候只要是大族 那女子什么样的只嫁一个老公 那是随时可以再嫁的 而且因为你是大家族的 那些多的是的男人都要想办法娶你 不管你是不是厨是不是黄花龟女 甚至不管你长得怎么样 我们知道诸葛亮娶黄月英 大家都知道黄神仙自己说的黄头黑面 这个长得就这么一般 诸葛亮也是一蓝绝蓝的会娶的 什么不守贞洁 什么嫁二夫 这种东西也能往那个什么套 不存在的 好 今天卡丹国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接着砍